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SUN老师 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去学一本书的第64个单元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containers and quantities 就是我们要学一些量词啊 当然了,这些量词是和它们的容器是相关的 比如说一瓶水,a bottle of water 那再比如说一杯水,a cup of water,对吧 a cup of coffee 所以这些量词其实就是跟它们的容器是非常相关的 所以container这个单词的意思呢 叫做容器的意思 然后quantity这个叫做数量啊 数量,大家看这个quantity这个单词 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单词啊 叫quality,Q-U-A-L-I-T-Y quality这个单词叫质量啊 所以这两个单词千万不要搞混 就这俩单词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多同学都要搞混啊 好,那我们一块来看下面的container and contents 首先第一个 当你说你买了这一塑料袋的东西 这叫一袋子的购物的东西 那这个叫做a bag of,a bag of 一袋的,a bag of shopping 那一瓶果汁,a bottle of apple juice 那一瓶水呢,a bottle of water 那一瓶什么呢 一瓶这个可乐,a bottle of coke 那一瓶果酱,a bottle of jam 所以就是一瓶,就是a bottle of 那一罐,这个东西叫做jar 这个东西不叫做bottle啊 bottle和jar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虽然它们都是玻璃制品 都是made of glass 虽然它们都made of glass 但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在于 bottle是有一个细细的这个瓶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叫瓶颈 对吧 它叫做bottle neck 它真的是瓶颈的意思啊 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 它就指的是那个瓶颈的位置 你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瓶颈 或者你学习当中遇到了瓶颈 就是非常努力也上不去 那就叫做bottle neck 那jar呢就是散口的 它便于你从里边往出 这个比如说你垮一勺 对吧 大家能听懂垮这个动词吗 就是你往出瓦一勺啊 瓦这个动词是不是也非常的local 反正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啊 就比如说这果酱 你要从里边弄出来一块 这个就非常方便 所以它是一个敞口的 这个东西叫做jar 叫罐子 比如说像我们中国古代酿酒的时候 那一罐一罐的酒 那个酒坛子 酒坛子其实叫bottle 因为它是收口的 对吧 但是腌酸菜的那个缸 其实是一个渣儿 所以这个稍微有点取名啊 然后下一个旁边这个啊 the bowl of sugar bow 这个叫做碗 bow叫做碗 糖这个单词是不可数的 你能说是一粒糖 那是一粒糖 一粒一粒的糖 no 你不可以这样讲哦 那所以呢 就是一碗糖或者一罐糖 你当然也可以说 bottle of sugar也可以啊 只不过这个容器 我们在图片上画的 就是一个碗嘛 所以a bowl of sugar 一碗糖 旁边这个 a jug of water 这个 jug 指的是水壶的意思啊 这个水壶 就图片上这种水壶的样子 那如果是那种 可以携带的 便携的 比如你们平时出去啊 拿了个保温杯 那个叫 那个不叫做这个 jug啊 jug就指的是玻璃制品 然后家里用的那种水壶 当然也有一些塑料 塑料制品啊 好下面 巧克力 巧克力叫做box of chocolate 在阿甘正传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what is going on 就是这个生活就像巧克力 你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个box of chocolate 叫做一盒巧克力 那如果是那种巧克力棍呢 a bar of chocolate a bar of chocolate 也可以 a bar of chocolate 就一条巧克力 两条巧克力嘛 好下面 a packet of biscuits packet 这个叫做一包啊 一包饼干 饼干的那个包 它就大家看啊 它是包的非常紧实的这种啊 所以它packet of biscuits 那旁边这个薯片也是啊 a packet of crisps a packet of crisps 这crisps表示的是薯片 英国人用crisps表示薯片 美国人用chips表示薯片 之前我们的章节当中是说到这个信息点了啊 希望大家能记得 旁边 a can of cola can指的就是这罐子啊 这一罐啊 一个一拉罐的这个可乐 a can of cola a carton of oranges 这个就是一个纸盒啊 一纸盒的这个果汁啊 a tube of toothpaste toothpaste 这个叫做牙膏啊 牙膏 你看啊 tooth就是牙 然后paste呢 就是贴 贴在牙上的 这个东西叫做牙膏 是不是很形象 为什么是tube呢 这是一管啊 一管牙膏 a vase of flour 这就是一瓶花啊 一瓶花 a tin of fruit 这个就是一罐 这是罐装的吗 一罐水果 a bar of chocolate 这刚才我们说过啊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些 关于说它的quantities 就是数量的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例句吧 just a drop of milk and no sugar in my coffee a drop of milk 就是一点点奶 如果放在星巴克的语言里 叫做少少奶 少少奶 就是a drop of milk and no sugar in my coffee 那如果你要加一个浓度 比如说我们在喝拿铁的时候 正常比如说是两个或者三个short 你要加一个short 加一个浓度 那这个叫做啊 another shot of espresso expresso 这个叫意识浓缩啊 意识浓缩 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 another shot of espresso啊 另外给我再来一个意识浓缩 加到里面 好下面 I've cut the three slices of beef three slices of beef 就是三条牛肉 三片牛肉 所以大家看啊 这就是那个 three slices of beef 这个至于一个slice有多少呢 就是一片咯 就大家看图 图上画的就是这种 这个slice of beef ok that should be enough for sandwich 对于吃三明治来说 已经非常足够了啊 I took my boss branch of flower when I visit her in hospital a branch of flower 和那个a vase of flower 是一个效果 就是一树花 branch 这个branch 这个单词啊 这个bunch啊 sorry 读错了哈 这个bunch of flower 这个bunch of flower啊 这个bunch 指的就是那个一捆 一捆大概有多少呢 十来只左右吧 嗯 大概就是这些 好 下面 I need a sheet of paper a sheet of paper啊 这指的就是一页纸啊 你看像这样呢 这就是两页 two sheet of paper 为什么不说 a piece of paper呢 当然也有啊 也有说a piece of paper 比如说这个 或者a bit of paper 就给我拿点纸 但是我们也会说sheet 一个面 这个就是一个sheet啊 一个面就是一个sheet 这个用excel用的多 同学可能就知道了吧 那下面可以增加工作表格嘛 增加一个工作表格 就是one sheet sheet one sheet two OK 这个单词千万不要读短了啊 读短了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单词了 就不读了 好 下面 Andrew bought two pair of children and a pair of shoes yesterday pair of 这个叫一对啊 那裤子为什么是一对啊 因为无论什么裤子 是不是都有两条腿 所以有两条腿 它叫做pairs of啊 pairs of 或者a pair of a pair of 嗯 a pair of 这叫一对 那pairs of呢 就是有多对的意思啊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a pair of 这个说完了 I bought a couple of books a couple of books 就两三个 两三个 到底是两个还是三个呢 不好说 反正就是两三个 就很少 就这种啊 I bought a couple of books 我昨天买两三本书吧 I saw several churches on my way here several 这个叫很多啊 就有很多 a lot of的意思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 就叫several ok 那next one I bought half a dozen egg half a dozen a dozen 这个是十二个 叫一答 一答里面是有十二个的 那half a dozen呢 自己顾名思义啊 那就是半答咯 半答就是六个 half a dozen 然后再接着啊 could I have a spoonful of sugar in my tea could I have a spoonful sugar of in my tea 这个a spoonful of 这个指的就是那个一勺糖啊 大家看旁边这个图 a spoonful of sugar 一勺糖 we got plenty of time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 一些时间 plenty of time 但这个plenty of time 其实也没有指非常多的时间 就是我们还有时间 时间还充裕 但至于还有多少 就时间非常多 可以值得我们浪费吗 倒也没有那么多了啊 好 next one the company is now making the toy in large quantity large quantity 这个啊 叫做大量生产 large quantity 大量生产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公司 他现在大量生产 这个小孩玩具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单元呢 主要是给我们讲了一些量词 那量词就离不开 它的容器 以及呢 我们在这个学习多少的表达上 有了更丰富的词汇 OK 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到这里了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